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因为党员问题收到RFE NOID怎么办 那么我们最近了解到有更多的申请人 包括在美国办理485的 以及在中国办移民签证的人 因为党员身份遇到这方面的麻烦 或者说担心联系我们 与时俱进根据最近新的政治形势 我们看到的移民局广领馆的串 给大家来讨论一下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美国有更多的政治上的对立 这个大的形式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改变的 我们个人比如说办理美国绿卡签证 移民转身份这个过程中 怎样让个人原来的党员身份 不影响到你的绿卡申请 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需要讨论的 那么我们律所此前有一些文章和视频 讲到这些问题 关于基本的信息 可以参考我们此前的文章和视频 那么我们感觉很多时候 申请人怎么说呢 来自中国有这个思维定势 他虽然有的人讲到 我觉得我符合豁免的要求 或者例外exception的要求 但是呢在具体的陈述中这方面有自相矛盾或者太空洞的地方 那有的人呢他比如说强调了说啊我这个入党原因这个非自愿或者因为工作原因等等 但是呢在具体的陈述中他这个说来说去呢自相矛盾的内容造成了这个申请遇到问题 那或者呢有的人他在提供了statement以后被移民局选中要做interview 那我们知道呢广领馆在拿到移民签证面谈以前都有这个面谈interview的流程 这个485呢申请亲属移民一般都要有interview在批准以前 职业移民呢也有相当一部分会被选中做interview 有的申请人呢在interview的时候因为没有准备好 然后呢对答中出现问题 所以呢在interview以后收到了RFNID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你当然如果说在申请提交以前就做好准备 详细的有说服力的清晰的statement 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customize 像这样一般来说就不会遇到问题 那我们律所有很多客户啊 我们呢帮助他们取得了485和移民签证的批准 可以参见我们的文章和视频 也有很多批准案例和批准书 那么如果你的申请已经提交 然后呢在interview以后或者没有经过interview 收到了RFNID那么怎么办呢 如果你符合601豁免的要求 你可以考虑提交601豁免 如我们以前讲到的601豁免分成两种 一种是要求extreme hardship的 对于曾经是党员的呢并不要求这样 相对来说呢 这种601比较容易批准 我们也为很多客户取得了601的批准 包括和485一起提交的 包括在收到RFNID以后提交的 也包括在485或者移民签证被拒以后提交 然后翻盘取得批准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这个可以是一个选项 当然 Gin像前面提到 你如果一开始就准备好 很可能呢 601豁免这一步就都可以省掉 那么有的人讲到说 我没有孩子在美国出生 也没有别的qualifying reality 我不符合601的条件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也有一些客户是这样的 有的人自己提交了485 或者通过别的律所提交 然后呢 虽然准备了statement 但是因为准备的有问题 写的不够好 或者interview的时候 对答不合适 仍然绿卡申请遇到了麻烦 然后联系到我们 我们帮助他们提供了 有更多澄清事实 和增补内容的 updated detailed statement 然后解决了问题 这个包括最近 我们也有客户是这样的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在一些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包括旧金山 西雅图 纽约附近 等等这些地方呢 可能因为来自中国的人比较多 曾经是党员团员的人 数量也比较多 那么收到RFE NOID的人也多一些 移民局看到的比较多 它相应的呢也就提高了标准 那有的人会问到说 哎呀我提供这么一个statement 会不会有这个雷同啊 千篇一律的问题啊 怎么解决啊 或者说我干脆就隐瞒这个情况 不讲到我曾经的身份行不行啊 那这个首先 当然我们需要建议申请人 根据事实来说明情况 现在呢签证官生活在中国 很多移民官他也了解中国的情况 对吧 那如果说个人隐瞒情况 当然经过你在网上搜索 或者数据库泄漏 或者其他原因 被美国政府查出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人呢可能就 终生就难以取得旅卡和移民签证 我们认为这个不值得 怎样来避免说这个申请 因为说千篇一律遇到问题呢 这个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首先呢你不管是职业移民 还是亲属移民 那你此前的140 130 526等等 你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并不是说用这样的格式就不行 对吧 你包括你的工作签证申请等等 都有固定的格式 并不是说像这样 必须非要特别的专门标新领 但是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customize 不能说把别人的东西拿来 你改个名字就行了 你要具体讲到个人的家庭啊 环境啊 个人的经历啊 想法啊 见闻啊 等等这些 这个呢 所以更具体的 我们也为客户提供customize的service 那么如果需要 我们可以和客户有电话讨论 可以有mark interview 可以有面谈以前的准备 可以给客户提供参考文件 然后呢 在客户收到以后 我们可以请他根据自己的情况加入相关的信息 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建议 在申请人准备了这样的材料以后 我们可以为申请人修改文字和表达 总体来说呢 我们已经帮助啊 众多的有这类情况的申请人取得了批准 那我们认为呢 这个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 那你需要认真准备 那么你可以参考我们的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总体来说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的情况 曾经是党员的 包括原来在体制内工作的 曾经在军队工作的 有多年党龄的等等 都没有遇到问题 都可以取得绿卡的批准 包括在回复RFE以后得到批准的 包括重新提交485或者移民签证取得批准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有问题呢 那个别的比如有的人跟我说啊 他的亲属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城市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 那像这样呢 可能就困难一些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 一般人 对吧 你又不是高级领导干部 比如说在监狱工作的 那一般的知识分子 专业人士 你也可以突出自己的人设啊 对吧 我不是官僚 不是政治活动家 不是政工人员 对吧 这个事情本来比较简单 但是呢 我们看到很多人 Again呢 他有这个思维定势 要么是在面谈的时候 交流的时候 要么是在statement里面 他这个想法就是自说自话 那没有意识到有这个自相矛盾 或者太空洞的问题 结果呢 反而造成了更多的麻烦 很可惜 这个大象打架 草地遭殃 那么国际政治环境 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改变的 但是呢 我们认为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过去曾经的党员团员身份 不影响你的绿卡 和移民签证批准 当然这个要由移民局决定 但是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我们律所的客户 几乎所有的 像这样的 只要经过 我们帮助客户认真准备 都取得了批准 那么不管你现在 是在绿卡申请 移民签证申请的 哪一个步骤 如果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希望提前认真准备 或者解决 当前遇到的麻烦 遇到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律所 我们可以提供 多种灵活的方式 包括从咨询 从帮助你准备statement 从回复RFE NOID 重新申请 提供601豁免 面试指导 准备 Mock Interview 等等 都可以 我们可以帮助申请 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好 那么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